已知一箱中裝有十顆蘋果 其中四顆是爛的 今從這十顆蘋果中認取三顆 求至少有一顆爛蘋果的機率 至少一的話我們就用反面做法 全部扣掉沒有爛的 那全部有十顆 我們認取三顆 所以C13 沒有爛的有四個爛的先扣掉 所以6取3 這樣算出來的話是 100種 那 求機率的話 分母是全部的主數 比如是120 分母是100 所以 約分完 6分之5 至少有一顆爛蘋果的機率是6分之5 就算是5分之5 是4分之5 甚至是4分之8 就是5分之6